地震过后花莲市多处展开围楼拆除作业 经过多天的准备工作 蓝天立池饭店在4号要正式开始拆除 而位在市区钢管红茶对面的富凯饭店 目前已经拆除完毕 预计在5月份可以解除中山路的交通管制 恢复通行 连日的坏天气导致土方载运不易 大大降低花莲市中正路上蓝天立池饭店 堆土作业的速度 终于在3号晚间天土达到6米高 事后一早在进行完开箱仪式后 正式展开了拆除作业 而位在于市区钢管红茶对面的富凯饭店 目前则已经拆除完成 正在进行AC路面铺设及绘制标线 预计在5号就能解除中山路的交通管制 恢复通行 请用路人多加留意 记者许立琴华联系报导